你是女生啊 因為你是不女生 不是結婚耶 我們現在可以結婚了 你們真的很自私耶 你看 第一同志觀光大婆 這樣喔 健保有些人差點 因為你在治療AIDS 所有人都要去多久健保 我們兩個女生要結婚 我們第一同志觀光大婆 你知道嗎 怎麼這樣會偷火我們的健保呢 這AIDS命會一直衍生耶 不會啦 怎麼不會 大哥你看 這個是不是 變成第一同志觀光大婆 你看好人 不做這個都有啊 但是我們的健保會一直漲價啊 剛才跟 那是水酒 黑皮膚 黑皮膚 唉唷 水酒 黑皮膚 那這個 通信就有了 台灣同婚已合法化滿四年 社會大眾是否皆能接受和尊重 YouTube頻道 意義製造 拍攝關於的同婚實驗影片 女同志拍攝婚紗 恐同民眾阻撓 找來演員扮演路人 拿著網路假訊息並進行抨擊 藉此測試路人反應 一位充滿正義感的台灣男性長輩 率先表達他的意見並阻止路人 而在這位男子釋出關心後 其他民眾也站出來力挺 你是女生啊 因為女生跟女生不能結婚耶 這樣就有艾滋病了 你們在幹嘛 他們在拍照照妹妹幹嘛 欸 你們總拍一點有不好嗎 沒有看到我們在拍照 不好意思 我們在拍婚紗 你是女生啊 因為你是不女生不結婚耶 我們現在可以結婚了 你們真的很自私耶 你看 第一同志觀光大婆 這樣喔 健保有些人差點 因為你在治療AIDS 所有人都要去多久那個健保 我們兩個女生要結婚 我們第一同志觀光大婆 你知道嗎 這位公保我們的健保 這艾滋病會之衍生耶 不會啦 怎麼不會 大哥你看 這個是不是 變成第一同志觀光大婆 你看看 人家做這國都沒有啊 但是我們的健保會一直漲價啊 剛才跟 沒有關係啊 那是水晶 黑白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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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喔 是防護勝防啦 對啦 你們這怎麼安全啊 還是會感染我們 還是會影響我們台灣啊 只要我們有做好防護 就不會影響大家了好不好 拜託 你們都看到健保會一直漲價嗎 這是你們啊 這兩個人的選項嘛 這個立法院也通過了 台灣也通過了對不對 通過了就有什麼關係 對不對 我們兩個都男人 都男人 還是兩個都男人 我們兩個都男人 是 沒有關係啦 你們兩個可能很好的 怎麼會這樣啦 就是要好的朋友 對啊 朋友跟我說一輩子 在一起 互相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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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了解 互相照顧 對 你要看就是看人家 不想看人家 就必須要治療 那就會 運用到很多的資源 先生 這是什麼是騷擾 這樣很容易得到 這跟你沒有關係 這跟你一點關係都沒有 所有人想做自己什麼樣的事 都向自己而治癒 有沒有全力影響別人 第一個是拍婚紗這個事情 他本來就是在一個空空間 每個人都可以做的事情嘛 沒有影響到別人 那我覺得這其實是 因為大家可能對於孔童 這事情還是有很多的不意見 台灣既然是法律規定可以 而且這是一個允許的事情 那其他的都是個人的判斷跟價值 會應該影響 在這裡所發生的拍婚紗這件事情 我講要上去的動機是因為我覺得 好像阿姨沒有要放棄的意思 然後我個人也蠻想知道說 沒有支持同性戀的人 會是什麼樣的心態 這個社會就算有很多異性戀同性戀之類的 但是我覺得只要他們相互喜歡 不影響其他人 那這樣就可以了 就是大家如果去看新聞 應該就會知道說 健保被拖垮的原因是什麼 並不是因為這個 畢竟愛知的議題已經這麼久了 就只是因為同婚然後就會被拖垮 就是覺得沒有辦法串聯在一起這樣 因為我覺得不支持這個立場沒有關係 但是如果真的要去 因為我看到那個矮手機已經是一個圖文了 他是做了一個假的圖文 然後去宣傳這件事情會覺得很震驚 就是現在2023年還有這樣的圖文出現 不管是異性同性 你只要有做好你的保護措施 或者是說避免一些感染 你只要健康有做好 你都會知道說這種是不好的新聞 其實我知道我們有信息是核實的這個網站跟機制 但是我覺得用的人不太多 所以大家還是在很多時候會 就是私下流傳很多各種各樣的訊息 不管真正確的 那我覺得這邊其實是網路時代帶來的一個必然現象 那至於核實這個事情 我覺得其實平台本身會有很大的責任 比如說我們現在常用的Facebook Line或者這些其他的平台 它其實本身就應該帶有查核的機制 然後去幫助大家在得到訊息的時候 旁邊會有一些你的看的新聞可能是需要討論的 甚至像我們比如說維基百科或者是這些其他的網路的工具 上面其實也是有一些信息核實的功能 那我覺得大家要擅長用這些功能 那因為我自己年紀也不小 然後有的時候碰到一些長輩看東西的時候比較單純 可能看到就覺得他就相信是這樣子 就加深他的固執 那像這時候我覺得年輕人也不一定要跟他吵 就是大家直接帶他去正確的地方去看核實的結果 就是讓第三方來說話會比較來得公正好一點 我在那個Youtube裡面 Youtube裡面我怎麼會看到 你說阿朗他們說他們的經濟外奧都外奧 其實他們迷茫啊 最常看到應該是交通吧 就是比如說闖紅燈變六千塊 這種一天到晚在我家的家族群組裡面 廣為流傳 我那時候是在做新住民的研究 所以我會看到就是新住民他們就是 就是比較多負面的新聞 就是他們可能母親就是嫁來台灣 然後可能就是被就是被政府啊 被政治家他們就是說他們是降低台灣人口的原因 或是就是有後事或是就是請他們不要再繼續生孩子 就是因為這樣子台灣 這樣子台灣的人口會變成一半都是東南亞人這樣子 有就是比較敏感的就是政治系列的 像之前有一個遊行我有去 然後那個去完之後跟網路上看的新聞是大相徑庭 我覺得每個人都有表達自己意見的權利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都知道 現在資訊量很龐大 那有的時候還搞不太清楚 你的資訊到底正不正確的時候 我覺得可以先做一個離奇 而不是先出來就開始指責別人這樣子 很多人可能會因為看片面的訊息 就會決定說自己的發言 或者是網路上的輿論 可是說你沒有看沒有把事情看到最後 你不知道說最後的結果到底是什麼 或者是你發言出去了就發言出去了 別人可能會造成他們心理的創傷 但是你不會知道 因為你只是隨心的一句話 出發言